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布推文 表示他将推迟新一轮的新冠刺激方案的谈判 直到选举后再议 引发了德州选民的两极意见 请看详细报道 川普总统在6日推特上发表推文 表示他将推迟新一轮新冠刺激方案的谈判 直到选举后再议 总统的推文解释道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无法就自己计划的总成本达成妥协 他在6号晚间随后发布推文 表示他希望能通过某些部分 比如为航空工人提供250亿元 为小型企业提供1350亿美元的薪酬保护计划资金等 对于这项计划的推迟 不少德州选民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想会重新考虑总统的投票人选 来自加尔维敦的39岁的梅拉表示 他对此感到惊讶 他作为川普的支持者 在疫情期间不得不关闭他的参议业务 他希望总统能够努力通过此案 休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布莱登 罗丁豪斯则认为 目前局势对于川普可以说是大好时机 应该说要趁现在通过法案乘胜追击 他认为如果苏共案无法批准 不仅对于共和党 而且对于民主党也是一种打击